正在正往的雲居楼外拒绝了许多排队人潮 仔细看天还没亮就已经拒绝了许多台餐车 就连雲居楼内也同样涌入大量人潮 佛光山举办2024佛光亲属会 晚间佛光好市集好不热闹 除了有美味的异果板条 还有今天的香碎可口的水煎包与麻辣烫 刚出炉的地瓜球隔着荧幕都能感受到香气 这是压的技术啦 就是压看压的脆然后外酥内Q这样 他们是就要准备400份啦 这是原无料不采用那个塑料 这样比较健康天然 我们的汤都是熬过的 那有18种中药超过300份 那已经超过了啦我们还继续在做 为了让来自国内外1600多位佛光亲属 可以品尝台湾美食 特别邀请各地美味餐车让神信众都能一把口福 除了他们吃的欢喜 也透过美味蔬食让他们吃的健康快乐 就是谢谢佛光先生给我们这个机会 来看看我们的出家师傅 让他有好姻缘 也让我们可以有家属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能够看到很多来自十方的法师们都回来 孩子出家感到很荣幸 这样子人叫阿卫 因为有一个佛光山是大家庭嘛 要让大众吃得好也要吃得开心 佛光新主会期间佛光好市集成为另一种特色夜市 前面透过美味的健康饮食 温暖美味大众的心 有人希望王上益中主等高雄才能报导